對於長者的照顧 還有長者的活動空間 向來是我們政工所所關心的 很重要的一個趨向 尤其我們樹林社區 在社區的經營之下 包括公館祭典 還有老萊寶的社區祭典 都展現了非常多的課程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 長者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空間 然後讓這些比較老舊的設施 都能夠做逐步的改善 所以在樹林社區這邊 我們爭取得了非常多的經費 也挹注了很多的編列非常多的經費 在代表會的支持之下 我們也讓這個社區 在最近也逐一的一個完成 所以在這邊要跟各位相親報告 包括我們的電梯 在去年已經完工了 因為它要讓它是一個無傷害空間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前瞻計畫裏面 補足的一個項目 另外我們的廁所的改建 這邊要特別注意 跟各位報告的是我們這個廁所的改建 這個之前是這樣一個蹲的一個馬桶 然後現在我們是一個坐的馬桶 另外很重點的就是 它是陣內一個唯一社區有免治馬桶 這樣的一個裝置 對這些長者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另外呢 我們的冷氣基 在我們在裡面 在領事長的這個爭取 我們的冷氣基 還有我們音響的這個改善 這個都能夠讓這個長者 在這個活動是非常的放心 另外就是在我們頭頂上的遮椅棚 因為長者在這邊出出入的時候 地面的潮濕 所以我們在這一旁的部分 讓它加裝了這樣的改善 讓它能夠有雨熱的一個效果 所以在在都是讓這些長者 在這樣的一個場所 他們能夠安心 能夠放心 我相信這也是讓這些長者感受 我們這個政工所的一個貼心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這邊也要跟各位鄉親好朋友報告 因為對於羅東正的這個 我們的社區的這個關懷 還有我們的長者的這個 除了社區的努力以外 我們也是希望這些長者 在這些社區裡面的活動 他們都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和善的一個空間 然後呢 讓他們在這一個空間裡面的活動 是被受到這一個尊榮的